大家晚安 今天美雨封面逐渐的往北移动到台湾北方的海面上面 从微信统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封面的主体已经落在台湾北方的海面 所以今天各地的降雨已经逐渐的转小趋缓下来 但是由于这个西南风还是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今天全台各地云量还是偏多 而且局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 那么预计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很类似 封面雨系持续是落在台湾北方的海面 但是西南风持续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各地天气状况还是不太稳定 礼拜六礼拜天封面雨系会再度的往南压一点 这个时候各地又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一点的雨势 不过整体来说天气是在逐步转好的过程当中 到了下个星期一 东边的太平洋高压就渴望逐渐的牺牲过来 带来比较稳定的大气条件 天气就渴望回复到比较稳定典型的夏季型 晴朗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了 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今天的梅雨封面的主体 已经落在台湾北方的海面上面了 所以各地虽然说有降雨 但是降雨的情况不像前两天这么的剧烈 雨势这么的大 那么预计礼拜六礼拜天 台湾还是落在这个封面云系的前缘 所以水气还是比较多 而且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所以提醒大家周末假期外出 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几天的降雨分布 可以看到在礼拜六礼拜天之前 天气状况都还是比较不稳定 还有下期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具 安排活动 也建议您以湿嫩活动为主 会比较适合 那么刚刚我提到了 到了下个星期 太平洋高压就渴望逐渐的增强 带来稳定的大气条件 所以可以看到降雨的情况 会明显的期缓下来 转成一个晴朗 中午过后局部山区 午后阵雨为主的这种天气形态了 好那么温度的部分 也因为西南风带来暖湿的水气北上 所以明天的北部的高温 渴望可以回升到30度 那么到了下个星期 更有机会来到32度 33度左右的高温 中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明天的高温就可以来到31度 32度了 到了下个星期更有机会来到33度 34度左右的高温 整体来说呢 在接下来这几天温度 也会持续的往回升 来到一个比较潮湿闷热 下个星期呢 甚至是比较眼热的天气 也提醒大家 外处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以及明天白天 西南风呢 还是持续带来水气随各地 还是有下期一些震雨 或者是雷震雨的机会 天气状况还是相当的不稳定 那么预计呢 这样子的天气会持续到礼拜六 礼拜天 大家外出呢 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 那么下个星期呢 好消息是啊 门雨封面影响 渴望终于告一个段落 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 就会来到一个比较晴朗 高温炎热 典型的夏季型天气形态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